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终于有谱 首场辩论会确定将在9月10号 ABC电视台进行 川普自信满满 还提议9月再加码两场 两人持续在造势活动上隔空互呛 贺锦丽与副手搭档华兹 积极抢攻年轻选票 在竞选网站上推出一款迷彩棒球帽 上面大大写着贺锦丽与华兹 每顶要价40美元 换算约1300台币 一上线马上完售 掀起超高讨论度 一度被认为和美国酷儿歌手 Trapel Rowan的周边帽子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后来发现迷彩棒球帽 其实是华兹平时休闲装扮 华兹获邀参选时 也是戴着迷彩帽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这款超行联名棒球帽 现在一帽难求 以为民主党赚进将近100万美元 竞选资金 华兹充满林家大叔的亲切感 为民主党选情注入能量 根据路透社与易普索八号公布的最新民调 贺锦丽全国支持率已经超车川普五个百分点 不过CNBC全美经济调查显示 在关键经济议题上 川普的满意度还是领先 靳新闻王杰吕家涵报道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靳善靳美靳好新闻 靳新闻